大自然是世上最厉害的画家 不只能够创作出自然的景色 其很伟绝人之作也让人拍手叫好 今天五件小事为你带来五大世界震撼器官 夏威夷的基拉韦尔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之一 它的活跃力旺盛吸引了庞大的观光客群 一座火火山的景象人人见了都惊叹不已 它从1983年起便喷发了无数次 其炙热的岩浆从火山口流入太平洋 随火交融之际因温度的极大差异而产生爆发 让海面溅起了大片的水花 浓烟鸟鸟场面不可言喻的壮观 基拉韦尔火山在这35年来所不断涌出的大量岩浆 据说若铺成道路 还可以把地球绕上至少三圈 能够溢出如此大量的熔岩 难怪当地人相信这里便是火山女神的驻地 不过说到水上岩浆的雄伟程度 冰岛的熔岩河也是不慌多让的 它是大自然亲自打造的冰与火之隔 熔岩河大约有84平方公里宽 它那滚烫的硫纹熔岩 在冰天雪地中持续流动着 一动一进形成了一副壮丽景象 让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奇妙 当海面上出现强风或温度的剧烈变化 大量的冰块便会从湖或海中涌上入地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冰庸 是一种蛮可怕的自然现象 世界各地中有多处地方都有发生过 当中包括塞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新疆天山上的高山湖 赛里木湖以及俄罗斯海岸 一片片静音剔透的冰块 在没有明显的柱立下 从水面上翻身靠岸 往上跌起 高度可达10米以上 因此即使这景观的成因更趋向冰山 人们却给它取了个有趣的名字 冰海啸 虽然只是由冻结的水所组成 但是冰海啸 雾如其名 有时候来势汹汹的 甚至可以推倒一棵树 一个码头 甚至一间房子 并且还会发出类似火山或雷鸣声的巨响 远看或许会感到惊奇 但若身处在其中 更多的应该是恐惧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看见 一颗球形的光 装进你的屋里 先别慌那不是外星人来袭 而是最为神秘罕见的闪电 球状闪电 传闻球状闪电自打古希腊时期 便被人目击过 但是却没有实际证据 可以证明此事 因此科学界直到10年前 还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 甚至认为是民间的传说或民众的想象 球状闪电顾名思义是外观球形 行动迅速的自然现象 它是在雷电风暴中产生 有时候小的跟碗豆一样 有时候却可以像一辆车子一般打 在四周仿佛有意识的上下乱窜 会直线冲锋 会穿过屋顶 还会直接穿透玻璃窗口闯入屋内 这颗会闪烁的球 没有固定的颜色 从红色紫色蓝色绿色到橘色白色都有人见过 但不管是什么颜色 对它短暂的现身都丝毫没有影响 一分钟左右便会自行消散 或原地自爆 途流一场灾害 小至电脑失灵 大至防止期货 都说不定 会发出蓝光的海 美丽又浪漫 其实这越漆黑 越明亮的荧光海浪 里面还藏着奥妙的科学原理 海上的蓝色荧光 来自一种叫做红草的现象 红草又叫赤草 是海中名为边毛藻的浮游生物 在特定环境条件下 突发性的大规模繁殖聚集所导致的 白天时分 数以亿计的边毛藻在水面上集起阳光 到了夜晚长潮的时候 它们便会发出蓝色荧光 对一般微小生物而言 尽所能把自己隐藏起来 才是生存之道 但边毛藻却发出迷人的荧光 听起来似乎会暴露自己的所在 然而这些蓝光实际上就是 它们用来警告捕食者的信号 让捕食者知难而退 原来阿凡达中的绝美景致 在现实世界也能见得到 这对喜爱夜里观海的人们而言 无疑是一大好消息 只是这蓝色的荧光海浪 实际上是一种海洋灾害 对我们的环境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冰晕一般是由日光或月光 被悬浮在5000米高空中的 冰晶折射或反射 分解成红黄绿子等不同颜色和方向的光而形成 这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 发生时我们的肉眼能看见两个或两个以上 以太阳或月亮为中心的巨大光环 有些光环有多种形式 有时候是白色 有时候则是彩色 有时候是一整圈圆环 有时候则呈弧状或圆点 各种类边晕中最常见的是22度晕光柱和换日 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得到 其余的都十分少见 被称为最美丽的晕像的环地平湖 需要阳光在高于58度的角度折射时才会形成 因此罕见性很高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 人们把这奇特现象称为佛光 带有祥瑞的意思 在今天的午后分享里 大自然有各种各样 让人叹为观止的情感 无论是高山大海或荒漠 都是这世界最真实的面貌 它们值得大家去注意 去欣赏 然而也需要我们去爱惜 去保护 才能使它的美延绵下去 你还知道哪些世界的奇观秘境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好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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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